他們把冷煞無辜, 視為發洩的出路 但受害者在火海之中就找不到出路 這宗案件絕對是香港史上一首愛過 歡迎大家收看《晚吹罪光燈》 今集繼續有我,柯錦棠 以及我的美女拍檔,可宜 還有香港重運專家,花家姐 兩位… 這麼開心嗎 開籠獎嗎?唱卡嗎 還可以的,我想我不算最喜歡那批 但有時候朋友生日、活動 你去卡,可以吃泡妃、點菜 聚了幾個小時,有自己的私人空間 其實也不錯 也是,但最怕遇上咪高峰 我自己也喜歡 但現在好像沒那麼流行 別問我,你也是說我沒有情趣 我也是不唱卡的 我去卡的廁所,兩隻手、兩隻腳 加起來了,這麼多年 很窄… 真的很窄 不過很可惜,二十多年前 有一群狂歡中的男女 在唱歌的時候,不幸命喪火海 成為黑幫鬥爭的犧牲 1997年,1月25日凌晨4時左右 尖沙咀保立行6至8號 一座商業大廈內的Top1卡拉OK 突然發生猛烈大火 導致17死13傷悲劇 悲劇源自黑幫之間的糾紛 最終三名涉案人士被判終身監禁 另一名在頭男子 亦於12年後落網 為事件附上終身迎賊 我相信這宗慘案 很多人還記憶猶新 因為事發是1997年1月 前兩個多月 另一宗慘絕陽環的火案 可以說是嘉莉大廈的大火 相信很多人都很記得 加上案發時是農曆新年的前夕 新宿正在星期六晚上,凌晨到三點hh 很多人會喜歡唱歌 讓唱到通宵達彈 很多人都會在玩 是的,其實當時這座卡拉OK 我沒去過,但也知道是哪一間 和尖東是一個很活躍的消遣場所 即使是晚上的時候 可能比日常更多人 當時的員工有20人 而在唱歌的人也有80人 加起來100人 可以想像每個房間裡的客人 玩得多開心 唱歌就唱歌,喝酒就喝酒 猜妹就猜妹,還玩適中 去到一片很歡樂、很開心的氣氛 誰想像到這一刻 原來死亡已經步步迫近 再加上兩個月前 發生這麼恐怖的嘉莉大火 有誰想到這些慘劇 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這麼近 對 示範的時候 卡拉機外面一定有接待處 有兩個女職員 看到門外有一群人在擾讓 沒多久,其中有人衝進來 很快就扔了一些東西 放進去,不知是否爪虧或是甚麼 誰不知那些東西是宜言物品 一扔到地上就燒著 你知道卡拉機吧 當時地上鋪地墊 對 鋪地墊,還有很多酒廊很窄 兩邊都是房間 對 很快,周圍有很多東西 隔壁、棉等 很多宜言物體 立即變成人間煉獄的火害 值得一提,其實這間卡拉機的前身 是一間酒樓 你知道如果改裝成卡拉機 其實也要有很多灑水系統 走火通道或指印等 話說當時做得不足夠 所以在發生大火的時候 那些顧客、職員 他們逃生出現很大的困難 亦是因為二樓的防煙門 變成入口 所以二樓的死傷是最嚴重的 其實別說有時候我們去卡拉機 去完洗手間或出去 有時候找自己的房間 也有點困難 找不到 因為設計是焗離曲去 當時消防員也不敢怠慢 立即派了二百多名消防員 到現場搶救 亦可以想像當時傳出很多慘叫聲 增傷走鼻、迫爆玻璃的聲音 我們有一幅照片 可以看看當時的火勢 相當慢熱 你看這些已經燒了幾層 也可以看到整層樓 玻璃碎已經碎裂了 場面真的很恐怖 想像在裡面想逃生會是怎樣 往往在很災難的地方 有人顯示他的大愛 當時有一位叔叔 不知道是其中一位客人之一 臨危不暖,在場有十多人 其他客人… 他說別管,大家手牽著手 因為當時一定是沒有照明 他帶著他們全部一辣的人鏈 到處左村右插在走廊裡找 找到一個適合的出口位置 真幸運 找到逃生門的出口 所以才跟一群人決定險境 對,大家去過K都知道 當然聲浪會很大 例如音樂、歌聲 加上喝酒 很多人根本反應不及 有火來的時候 根本措手不及 加上迷路 更加離開不了現場 對,當時撞身火海 有17人 年齡有16至42歲 其實也可以想像受害人士比較年輕 因為當時事發已經是凌晨4時多 俗稱是貓頭英琪,對吧 當時我覺得是很流行的 現在感覺上好像比較少 他們包括的人有甚麼 有酒樓之客 可能下班下班後 剛升職來慶祝的一群薄餅店店員 也有年輕有為的足球見將 外國讀書回來的大學生 可能放假後可以跟朋友唱K 有年輕的姐妹花等等 全部這些年輕人 都吸入過量的濃煙死亡 再加上棠哥,你所說 之後很接近就是農曆新年 你可想而知 他的家人是多麼傷心、多麼相同 簡直變成仇人慘霧 究竟這宗慘案是怎樣發生的 你信不信是意外 還是人為何要弄得這麼大事 這時候請來我們今天的嘉賓 就是前重案組和反黑組的探員 簡信媒跟我們一起談談 有請簡Sir 平時我們是專稱簡師傅 而今天先擔任教授 好 再說一說 簡Sir,當時你駐守哪一區 你從重案組、反黑也做過 你有沒有接觸過這宗案件 這宗案件沒有接觸過 但當時我記得是在深水埗反黑 但當一件涉及黑社會的糾紛 各區每一隊的反黑 他們都要去收封 你沒理由說深水埗的黑社會 不去尖喳罪 沒錯… 所以其實他們運來運去 其實都是那些人 所以我們立即要知道 當時一連兩宗嚴重火災 肯定消防和警方都要很緊密的合作 其實兩方面如何配合 因為我們不是專家 在一個火警的現場 我們必須透過消防的有一隊人 他們會給我們一個意見 這宗案件有否可疑 他曾經教過我們看 他說如果那個地方 是說消防的牆壁特別白 那就是第一個火頭 如果牆壁有幾部牆壁白 那就證明牆壁有幾個火頭出現 不可能有幾個火頭出現 因為火警有一個火頭引起 而牆壁有幾個火頭 即是中火的機會很大 他會告訴當時的軍莊警員 這宗案件有可疑 那你就把他判斷了 判斷了,即是刑事化他 刑事化他 因為所有刑事隊都要接著 這宗案件有可疑,你們才去做 原來東西燒得久,會越來越白 真的不知道 太久了 而且通常人們中火 應該不會只一個火頭 不會是一個火頭 因為整件事是想快點 但當時警方調查到 卡拉OK的一至二樓之間 的確有起火源頭 而且是兩個以上 也查到有人扔汽油彈 大家記得兩年之後 換言之,1999年 在聯合廣場 都是用同樣的手法去中火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都是扔汽油彈 要問問簡Sir 其實你一聽到扔汽油彈 是否已經第一時間 會聯想到黑幫的行為 當時扔汽油彈 很重要 差不多整個警察部都被震動 因為黑幫的手法 就是扔到店舖 因為店舖有很多異言的物體 而且會有傷人 令你不同在一個空曠的地方 扔汽油彈 對 那些殺傷性可能沒有那麼大 但一扔進店舖 你估計不到 經常聽說黑幫是禍不及妻儀 會否做一些殘忍 或是傷及無辜的行為 當時會覺得有關連 如果以我當時去看 我們接觸犯客也比較長時間 我們當時經常都覺得 黑社會會用一些騷擾和恐嚇的手法 令你害怕和走返 你說他每次都用到殺人 他不值得 因為他的目的就是賺錢 是 他的目的是賺錢 他的目的… 即是當時的顧客 我們要明陣天下 明,即是要出了名 出了名,你的名字越孤出去 你賺錢的機會就越大 所以他們很喜歡遼士鬥妃 就每天的名字出去了 或者多收一些門生 令你的名字早點出去了 一出去了,你就會有很多好處 例如是… 叫做桌地費 在一間店舖,你會給桌地費 他們會用這個名字 但很少你說要取得名的 真的很少 除非他是針對某個人 大家是關乎利益 最後調查所得 的確是黑幫裡面的所謂 但究竟甚麼事 要害得累及這麼多無辜的生命 這宗大火的慘案 來龍去脈是怎樣的 稍後回來再跟大家去追蹤 我們會找大的人,會聊天 你有甚麼就走出來 就用來插箭去,不要再搞了 但小的人,多數都不聽 納不住的東西吧 那可否也不知道要弄得這麼大事 對,他也沒動手 全部都有意圖去做這件事 就算是普通去打人 我們已經算是十七 上一節我們說到 香港史上死傷最嚴重的縱火案 發生在1997年初 尖東一間卡拉OK的縱火慘案 有17人死亡,13人受傷 涉及黑幫的案件 繼續跟簡Sir談談 簡Sir,你好 我先說一下當時的背景 其實在尖東一帶 當時由A幫會負責管轄 這間卡拉OK也不例外 但離奇,可能對我們來說很離奇 就是保安和泊車的工作 判了被B幫會 為何會有這種情況 簡Sir 很公道… 當時卡拉OK和夜總會很蓬勃 蓬勃至基本上是分豬肉 他們的大哥 基本上很多在各社團的大哥 都結拜了 通常他有一檔開了一檔 或者有老闆開了一檔 他都會關照他們另外的幫派 給他們一點工 我們俗稱為分工 我會分一份工給你 分工可能會泊車或保安 另外大份工應該是本身 駐守那裡的幫會 那一批人比較大 據知當時這間卡拉OK 就在尖東保立行 也相當出名 開了大概三年左右 正正就是A幫會 對於B幫會 在他們的地盤開這間卡拉OK 表現得極度不滿 想展示這個實力 但試過很多次都是無功而患 直到案發前的幾天 其中一名叫阿菲的A幫會成員 聯同一個花名叫上帝的同檔 在大腦肥仔的指示下 去到卡拉OK踏場 說對方搶了自己的女朋友 通常都是這樣 不是女生,而是錢 結果兩個人是大打出手的 也不知道是否一個藉口 即是對方搶自己的女朋友 藉口藉口去踏場 其實雙方也有大打出手 有衝突起 但很幸運 剛才你說的阿菲、上帝 落荒而逃 後來跟自己的大哥說 他打到誰說肥仔可以 不行,被人打回頭 肥仔很生氣 多叫一些人馬 就拿在工具上 用玉刀、雙頭筒 再上去踏場 但兩次的行動 都遇到警察查牌 要中途取消 據阿簡Sir,你所知 這件事已經在打架 在罵事 會否是警方已經收到資料 會多點去巡查 或跟他們多點溝通 花姐,你正說得對 為何會去查牌 警察的手法就是這樣 如果你有事,我就要踩你 這是一個警號 但我們不會聯想到 你將會把汽油彈扔進去 總之是警方能顯示實力 這邊多數會退 因為我們會找大型的 就會聊天 我們會找他聊天 不要搞事,你有甚麼就走出來 我們拆開,不要再搞了 通常就是這樣 但小型的,多數都不聽 立不住,野馬 所以簡Sir,你覺得 這次的情況是否就是這樣 就是他們說不成 A幫會成員 始終可能一口氣下不了 所以就決定自製汽油彈 竟然引返這個慘劇 是否因為小型的不聽話 沒錯,他們快,汽油彈 我走了 不用下刀 或不知道自己能否走出來 他們也知道應該會被捕 對,你不會不理會效果 當然他們做的很多都是非法勾搭 但盡量不想自己扯上身 沒錯,你說得對,唐哥 你看起來,這群都是小孩 到被捕,被捕到坐牢時 有三十多歲 即是說他犯法時只有二十多歲 在那時的二十多歲是很年輕… 沒有甚麼經驗 但為甚麼會做出來 就是因為他們本身是年輕的 其中這件案件很快捕捉了幾個可疑人物 有一個轉為污點、證人店 最後供出被捕人士 有幾個要上庭接受審訊 一如有簡Sir說的,真的很年輕 其中一個被告是李家豪 23歲 鄭偉成26歲 另外剛才提到的阿菲 叫董姓菲,28歲 年紀比較大,已經是肥仔德 這位大哥,劉詠達達 其實這位大哥在上面還有大哥 一定有 對,所謂的大哥 可能他們下面收了兩條名字 就叫大哥 沒錯 另外有一個主謀,叫上帝 他的真名叫蔡錦輝 但當時他離開了 還有兩個同黨離開了 總共有三個人成為了逃犯 而這四名被告在庭上 被主控官指出 他們參與的程度都很不同 好像有一個在牛頭角的街道站 買了10公升的汽油 有人負責做汽油彈 準備了三個那麼多 一行之後,全部人一起去卡拉OK 凌晨時分參與這個案件 要開車的,接送 上帝和阿菲是主力的 他們一人開一部車 到現場那裡 上帝沿著樓梯上二樓 一直走,已經有電油在機廊 當時接觸到他們的兩個職員 是女職員 因為發生太快了 看到有一個人 好像訂了幾個汽油彈進來 可能訂的時候也不知道是汽油彈 後來發現是火災 整群人很快就很狼狽地離開了 是,警方根據污點證人 說出口供 指證案中的四名被告的惡幸 除了第二名被告鄭偉成 因為他的角色較輕 被判誤殺入獄11年之外 其餘三人都是被判謀殺罪名 成立終身監禁 污點證人有提及過 守被告李家豪其實不太關事 他主要是因為那個叫上帝 叫他來幫忙 就說兄弟,被人欺負 來,抽夠人數 我們要人強馬壯 多些人會抽策 以前我也聽過其他案件 研究過 有些所謂的男人,真的很男人 純粹說大哥叫到 有件事要他幫忙 他就拿著牛肉刀,上了一輛車 最後可能他會判很重 也就像這宗案件 判終身監禁 可否真的不知道 也不知道要弄得這麼嚴重 對,他也沒動手 其實沒得不知道 沒得不知道 因為這所謂的判案 全都是提及你的意圖 你有沒有意圖 如果你有意圖 就是第一,你們集結這麼多人 第二,你準備一輛車 第三,你準備工具 第四,你準備所有現消的物件 全部都有意圖去做這件事 就算你是普通去打人 我們已經算是十七 即是你有意圖去攻擊一個人 現在你這麼大件事 你明知道這件事是這麼做 你在場的話 我告訴你,你一樣是這麼判的 所以走不掉 所以真的別說別人幫忙 撞膽而已 或者多動一些人被嚇壞 或者負責駕駛車而已 千萬想到沒想到 一樣都是這麼重 沒錯 而案件在審訊後 三名在途人士之一的主謀 即是花名上帝的蔡感輝 最終在2008年 換言之,案件11年後 在深圳落網 被捕時33歲 可想而知他在案發時 應該是22歲,相當年輕 由他14歲開始 已經發現他是作奸犯科、搶劫 藏有攻擊性武器等等的罪行 在案發時可以說是黑社會的核心人物 被告的蔡感輝律師提出 被告因為犯案後恐懼 所以才潛逃 事後當然會說這句 已經很後悔 經常生活在惶恐 他在深圳被捕 他這麼多年過得不好 這次被捕後 他不想引起受害人的情緒關係 想起這麼悲痛的往事 他主動提出不用其他人作供 他希望用這個理由 在幾個同門兄弟的鼎靜下 他也被判終身和 是,他也賺了很多年 對,11年 對,最近有案件也是 逃亡了十多年,然後被捕 當時已經大了十多年 剛才我們聽到這案件 有五個人受到法律制裁 但其實還有兩個人 現在都是在逃 一個叫陳惠良 一個叫陳福清 大家在警務處的網頁 其實還找到他們的資料 還原紅40萬追輯他們歸案 當然這張照片 起碼已經是二十多年前 就是案發的時候 現在的容貌 可想而知,肯定已經不同了 還是他們會否像 我們之前說過的 日本的逃犯,史喬達也 整容自己 可能已經不認得了 但大家會否留意 他們會否出現了 大家身邊知道他們的下落 一定要舉報 每天都在惡恐 你想想甚麼時候被揭發 甚麼時候被捕 叫你,是嗎 沒有一天你會過得安樂 別說自己做錯事 累到那麼多人命 出得來走,遲早要還 所以年輕朋友,尤其是 不要誤入歧途 今天很感謝簡Sir 謝謝Sir 再見